早安 今天是10月27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AT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中微证券研究部 执行董事王伟豪 和谭海韻陪临一起开市 Rafi 今早大师有什么焦点? 终点我看着就是港股 也在17000区域增持着 看看内地的政策 对于港股方面 可否有多一些帮助 是的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 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向下的 纳指跌幅较大 美国上季经济 录得近两年来最快的增速 但市场忧虑企业盈利会转差 影响美股的表现 道指低开后一度倒升 收市跌251点 收报32784点 跌幅0.8% 标指跌49点 收报4137点 跌幅超过1% 纳指跌225点 收报12595点 跌幅1.8%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轻微反弹 欧洲股市要下跌 德国股市跌超过1% 一起看看焦点美股 Amazon跌1% 失手120美元 收市后公布业绩 盘后升4% 苹果跌2% Google星期三跌9% 星期四再跌2% Tesla跌3% 另外Meta的业绩好过市场预期 大体探明年收入的前景 股价一度跌6% 收市跌幅收窄到3% 以预托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R 相比本港上日收市 普遍上升 京东比本港收市高出3% 重上100元 阿里比本港收市高1% 重上80元 汇控比本港收市高出2% 折合58.31 阿泰区方面 各别发展 日经平均指数早段升137点 最新报30739点 走易综合指数跌3点 息灵普通股指数升15点 新西拿50成份股指数 最新跌74点 新加坡交易港股黑期 最新升100多点左右 恒指上分达17100点左右 稍后对原盘就和大家跟进 现在和Rafi谈谈谈的外围情况 美国昨晚公布了最新GDP数据 4.9% 比预期的4.5% 是两年以来的最高 另外内用品订单 按月上升4.7% 市场原本预期上升1.8% 看见内用品订单的数据 亦大幅比市场预期好 但失业数据方面 比市场预期差 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 高过预期的 上星期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 是21万 市场原本预期是20.7万 再前一个星期 连续申请失业救济人数 是179万人 同样高过市场预期 原本预期是174万 现在在走势上纳指 今年9月的高位是14149点 连续两天回套之后 用9月的高位量度 刚刚跌了一成 进入调整区 标指是用7月的高位来计算 7月当时的高位是4607点 昨天收报是4137点 用7月的高位来计算 刚刚回调了10% 同时进入调整区 是去年5月底以来收市最低水平 近日大家的焦点就是在科企业绩 其实不少数据 无论是收入和盈利 都是比市场预期好 但是对前景的展望 有些就令市场失望了 有些公布完业绩之后 其实股价就有一个回套的情况 现在看到大家对第四季 无论是盈利前景或者企业的经营 其实已经开始有些忧虑的情况 以及技术走势上 刚才说到已经进入了一个调整区 第四季你会看得偏淡 还是你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如果以整体美股来计算 我对第四季的看法是会比较审慎 即是你说淡会有少少 但又未主说会有很大跌的可能性 因为一来其实 如你所说在第三季里面 由高位计算下来 可能比如标指、蓝指 都会调整一成很多 其实都开始已经有一定的挑战幅度 逆来当然业绩来说 普遍第三季好像是不矮 但对第四季的展望又比较审慎 但始终对第四季的看法 虽然部分比较审慎 但是否等于一个很差的预期呢 其实又未完全是 再加上暂时来计算 为何对股市来说审慎未终于大跌呢 因为我觉得反过来 可能会调整 但反过来说 资金或者基金 大户等也好 假设下来也好 那么多市场去比较 其实都没有多少东西可以选择 可能又是选择到美股身上 所以除非美股 在未来的时间 有些比较更大的 突如其来的负面的冲击 否则暂时的因素 虽然说股值不是便宜 业绩也可能没什么再推削的诱因 再加上债息也维持相对高的位置等等 但起码这些因素也好一段时间 我想不是一些新的东西 所以短期来说可能会调整一下 美股继续 但你说 大跌我觉得又未至于是 但在看法上说可能会比较审慎 要等到股市可能订定一些之后 刚才提到资金要重新拍下来之后 才会有反弹或者回升的可能性 但坦白说再冲高的机会 即是冲顶的机会 我觉得始终不是这么大 是的 也要留意着 昨晚公布了GDP数据 今晚会公布PCE 未来有议息会议 下星期 下星期 所以这几样 相信都会左右着 后市的走势 我们谈谈Amazon业绩 公布了第三季的业绩 收入按年是上升12% 达到1430亿美元 超过市场预期的1414亿 顺利是98.7亿 每股盈利是0.98美元 升了2.5倍 市场原本预期是0.58美元 顺利包括了Rivian 带来12亿美元的税前估值收益 经调整顺利 就急升15倍 去到85亿美元 公司盘后的股价 因为它是收市后公布业绩 股价升4% Amazon业绩你怎么看呢 近日不少方网股都公布了业绩 公布完之后 其实股价走势就会很容易 是的 有些就是吸纳机会 有些就是要公布完业绩 然后估出 Amazon你又怎么看 今次的数据呢 我觉得这算是中一中据 当然股价盘后升 我想最主要是 调整了这份业绩 因为始终Amazon股价 一样 9月初的高位是145.5 其实调整了近这几天 比如昨天收市来说 大约120元附近 其实下来也下回20多元 其实调整的幅度 有一定的水平 所以你可以相对说 叫做低一些位置 去盈利这份业绩 而说真的这份业绩 其实总体我觉得 不是适合的 当然特别是第3季 如果你看到营收 或者顺利等等 其实比市场预期 也是为止好的 所以第3季盘数 其实是可以的 不是说有太多的 甩漏或者有什么 让预期出入 而你说它对于第4季 因为其实美股也好 或者是TAC股也好 很多时候都是看了 展望 其实第4季方面 它都比市场的指引 其实我觉得 不算太差 因为 其实说真的它对第4季的 可能是盈利百银 或者那个顺利的指引 其实跟原本 现在市场 平均股的范围 即是Range 都是在里面的 只不过你可以说 它在那个范围的 一个偏中下限的位置 有些人少少挑剔这个位置 就是觉得 可能是相对 也算是审慎了一点 所以的确 我觉得拉雲来说 叫做中规中矩 不是说差 但是 是不是很有惊喜 又或者是业绩之后也好 或者对于第4季展望也好 会有一个令到股值上调的空间 似乎暂时来说是困难一点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都是在这些位置 继续反复着少少 看一看 譬如今晚 可能真的在美股开出来之后 究竟它可不可以 弹高一点 譬如特别 可能上去 因为它大概是9月尾 10月头的位置 都有当时前一个平台位的低位 大概是126、127的位置 所以现在刚刚盘后 就弹回这些位置 所以看一看可能今晚回来 或者这一两天 可不可以继续站稳 这些位置 如果你说继续站稳 这些位置 这一两天的小小跌穿 可能就未必是这么确实的 可能到时就会弹回高一点 但是如果你说 譬如今晚出来也好 可能初段是弹的 但是之后又是弹回来 譬如顶住了126、127的位置 要从技术面上说 要小心一点 因为下降的趋势 继续是延续的 如果这样计划 可能下去大概115这些位置 其实也有这个机会 是的 今晚开盘后 看看最新的情况 好我们看看恒指上的走势 恒指指数下跌 昨天低位一度再次失手17,000 恒指低开不足1点之后 一度到升88点 低位见过16,917点 收市跌40点 收报债17,044点 跌幅0.24% 国子轻微升5点 报5,859点 升幅0.1% 科子升11点 报3,712点 升幅0.3% 大使全日成交808亿 北水再次转为淨流入 金额有22亿3千万 股价急跌两成的里宁 最多北水淨流入有7亿9千万 美团持续有北水流入 金额是2亿5千万 中移动 联通和药明生物 分别有1亿1千万的北水淨流入 看下淨流出 腾讯有3亿2千万的北水淨流出 快手是1亿9千万 殉达生物是1亿3千万 昨天恒指一度再次跌穿17,000 不过之后跌幅就收窄 不过以收市位去计 其实就出现了一个死亡交叉 10天线就跌穿了一条20天线 现在真的到了10月底的时候 恒指的走势 老实说真的一顶低于一顶 一顶低于一顶 大家刚才的版面也看到的 不过去到10月底政策憧憬又会不会再次